共機進入我國防空識別區 今天飛航活動情形 國防部剛剛公布了 大陸共機擾台 今日機型包括兩架轟6 8架殲16 4架殲11 4架的殲10 共18架戰機 國軍應主作為 包括了潛派潛空中巡邏 緊急起飛等兵力應對 廣播區裡防空飛彈追蹤 而且並表示都在掌握之中 我們可以知道 共軍他們對於台灣的侵襲 非常的強硬 就連發言人的發言 剛剛聽到的也是很強硬派的 大陸國防部的發言人任國強 他就說到了 美國與民進黨當局的 加強勾連以台致華 揭揚自重 甚至還說到 痴心妄想死路一條 也就是說似乎大陸那邊 也是硬起來了 不怕跟美國這邊做一個抗衡 難道真的打起來 他無謂與多國為敵嗎 針對這個部分 林玉芳也提出他的想法 他說如果兩岸真的開戰了 雖然台灣是重要的位置 被稱為台灣堡壘 而美軍也不斷的Push台灣 但是美國很有可能 只是情報的裝備給予台灣 出兵的可能性相當的低 如果真的打起來 台灣會不會陷入危機呢 雖然我們美國有加速 售台七款武器 其中一款是可以看到這個 無人機又被稱為海上衛士 但他最主要的工作 不是拿來作戰的 而是拿來作為一個竊取敵方情資的部分 所以這些東西如果通通賣來台灣的話 會不會成為台灣變成了美國 竊取大陸的一個情資第一要戰 也是讓大家去思考的 自清來台也是強化彼此的關係 甚至我們可以知道說 層級更高的官員來訪台灣 美國一個月就有高官來訪台灣兩次 這些種種的原因 不論是賣這些軍艦 或者是高官來到台灣 都不斷的促成美中新冷戰的一個行程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 也甚至說到了 必要時開戰是有可能的 中美台也會陷入高度的緊張局勢 對於這些種種危機 不論是中國大陸 台灣 或者是美國來講的話 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這一次的部分 很多地方我們來請教專家 這次請的是 軍情與航空網站的主編師孝維 施老師 施老師 你好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最近的中國大陸頻頻動作 美方這邊也是對台灣好像很友好 共機擾台強碰對方 就是美軍也受這個軍艦的議題 也剛好發生在美國國務次卿 克拉克來到台灣的期間 是不是針對性非常的清晰 時機很敏感 這個部分你要怎麼看 當然 就是這次看到美機來 美國的助理國姓來台灣 跟大陸的軍機在台海當面 其實就在台灣海峽 我們這個正對面 其實甚至於今天已經非常接近到 這個我們的領空 他也多次的越過這個海峽中線 他整體來講 當然的確針對性非常強 主要是要對台灣 以及美方傳遞一個這個清楚 清晰且明顯的訊號 也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陸方他藉由在台灣海峽上空 直接進行演練 這個演練我們看到他除了包含 就是轟流之外 也有他這個殲-16的戰鬥打擊機 殲-10的這個戰機 殲-11的戰機 這些戰機其實構成了一個 就是他們空中作戰的一個體系化 也就是由戰機護航 然後那個轟炸機 可以進行這個長程的打擊 因為他的轟炸機本身 可以吸掛這種長艦石 這種長程的巡弋飛彈 或是大型的板接飛彈等等 他都可以進行這樣一個吸掛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一個多機種 那個機型的一個綜合演練 所以向台灣傳遞出這個中國大陸 他本身對於分裂國家這件事情 他都不能容忍 這是從大陸的角度 另外他也要向美方傳遞一個重要訊息 也就是說今天 美方由於跟台灣方面的這個 這些外交這個行為走得過境 其實已經讓大陸在這件事情上來說 已經覺得非常不能忍耐 這是從大陸的角度來看 所以是他們今天派出的軍機 在這個地方進行巡弋任務的時候 某種程度來說是透過軍機的巡弋 然後用肢體語言溝通的方式 向美方傳達強烈的去形式 好的 我們可以了解到 就是老師您剛剛提到這部分 兩岸的態勢 似乎有一觸即發的氣氛 加上美國現在正在總統大選 現任的總統川普 又不斷的針對大陸放話 想請問一下 美中台的情勢 您有怎麼看呢 其實美中台這個情勢 我們不可否認的就是說 因為畢竟台灣跟大陸之間 畢竟雙方彼此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再加上其實在民進黨 在2016年蔡總統接任總統以後 的確在大陸政策 以及對美的政策上來說 跟過去的國民黨主政時期 有相當大的不同 自然的陸方對於大陸政策 以及九二公司的部分 他本身一直沒有辦法能夠 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這個情況下 再加上其實進來美中之間 就是華府跟北京之間的貿易戰 有相對來說也非常的激烈 而且在各種軍事上的摩擦 也看起來也跟過去來相比 其實頻率跟強度都有大幅增加 這個情況下 因此從北京的角度來說 自然而然的在美國的高層官員 接連的訪問台灣這個情況下 他必須要有所作為 就是說他必須要做出這件事情 從大陸的角度來看 他們叫做表態 他一定要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強烈的表態 否則的話他對內也沒有辦法 對他內部的民眾交代 另外其實甚至於對美方的話 如果他沒有一個強烈表態的動作 他們認為美方就會認為 北京屆時已經被美方 完全在美方的掌控之中 所以他必須要做 定程度的軍事上的一個動作 然後藉由這樣的防守 我剛剛前面講 也是跟美方進行 用軍事動作防守來進行投投攻 好 我們想說就是 關於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台灣所處的地點 是在印太地區 針對這個部分 美軍強化動態平衡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區域裡面 反而是更安全了嗎 是這樣子說嗎 其實台灣的安全與否 我個人覺得並不在於 就是說台灣周邊 這樣一個所謂的動態平衡 也就是說其實台灣 至現在之所以沒有跟大陸之間 可能進行熱戰的這個情況 主要還是因為我個人認為 是陸方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他們還沒有做好完整的準備 也就是說今天其實馬前總統有講到 大陸的這個戰略基本上是叫首戰即終戰 也就是說他如果一旦動手 他就必須要能夠達成大陸的 這個國家主義的這個目標 所以就是說在目前 他們其實還並沒有完全做好 準備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在兩期登陸 兵力以及這個相關軍力 在這個部分來講 跟大陸機他不管是他現在反制止 跟反介入這個能力已經完備 但他其實在兩期登陸的能力上 還不只有這個情況下 他如果這個時候他對臺灣動手 那基本上也就是撕破臉了 第一也就是他們目前為止 也並沒有針對他們的這個 和平統一國兩制政策 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調整 他其實並沒有這樣說 那第二就是說一旦他真的這個 對臺灣進行的這個武力 不管是那個意外發生走過 或是有任何的情況 其實也就讓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和平統一國兩制這個部分 他是不是就可能代表他放棄了這樣一個政策 但如果他真的放棄這樣的政策的話 他如果要進行這個就是戰鬥 那個用軍事行動結束兩岸之間的戰鬥 他就必須一定要能夠一次到位 就一次達成他的目標 也就是那個馬前總統所說的 首戰即中戰 那他如果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之前 我個人認為他不會動 也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就有點像說 一次說啊 如果他先把這個牌打出來 那第一兩岸之間也就是撕破臉 能斷也該斷也都斷 那同樣美國也會把美國方面的高度的警戒 甚至於可能對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 有更多的趨勢行動 也讓美國其實有這個 這個合力化美國的這個動作 這個美國所需要的理由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並不認為北京會在 好的 好 非常感謝施老師給我們提供的內容 那麼這是今天以上的特報內容 提供給您